大家好 雨下這麼大 天這麼冷 還有這麼多人來 真是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真的是很開心很感動 不過呢要請這個鳳小燕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這個2月15號除夕呢 萌牛費迪南 就要來正式的上映 能不能請跟大家 先稍微的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故事的情節 還有呢費迪南的個性好不好 故事的情節好像不能講太多 但是基本上是一個 你剛剛也都有講啊 就是一個很著名的西班牙的故事 所以其實如果不知道故事的人 可以再去買他的書 先看一下 好 但是他基本上是在講一隻 一隻非常心力善良的牛 然後他是有個非常優良的 鬥牛血統精英的一隻 一隻猛牛 可是個性很有反差 但他的靈魂呢 就是一隻非常天真善良 然後愛好和平 然後他自己是一隻 他希望有 常常希望自己是一隻小蝴蝶 他常常跟蝴蝶做蝴蝶 對 然後就是一連串的趣事 是 我就不多說了 好 所以呢感覺這個 費迪南的個性是非常的萌 感覺很可愛 但是我要問一下這個小月 聽說這個配音的邀約 來找你的時候 你有考慮很久來接下這個工作嗎 還是 欸 沒有想太久 其實就是第一次 第一次可以參與這樣子的動畫片 對 我還蠻開心的 我當然就是很希望自己 沒有做過的事情 我就是我通常都會想去做 去試試看 對 然後再加上這是這麼經典的故事 嗯 然後在就是他在 嗯 在要配中文配音之前 其實他已經 他自己已經有很多在 在美國那邊的一些聲音了 對 然後知道這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 對 然後剛好又可以跟就是 可以跟更多觀眾分享一下自己的 嗯 所以結果 當然 立馬 參與 立馬就答應說 OK 我來接下這個工作 立牛 立牛馬上接下這個工作 不過也是覺得 一半 有沒有想說 以後可以跟 家人啊 炫耀說 欸你知道嗎 費迪南這個角色 爸爸配的 他應該聽得太懂 你是說我兒子嗎 對啊 如果這樣演的話 他應該要說你在幹什麼 但是 但是對我應該會吧 我會帶他去 店員看 走進戲院看一下 對 看來看不太懂 走進戲院他可能待不住 喔 可能會待不住 對啊 但不管怎麼樣 全家型啊 春假聚在一起感覺滿好的 這樣講 帶小孩去看 對 那帶小孩去看喔 但是呢 問一下這個鳳小月 這個配音的工作其實 你是第一次接觸嘛 然後呢 也是在這個很滿檔的工作 情況之下 進到錄音室裡面 跟導演一起來合作 原本滿擔心工作的成果 但後來聽說 喔你非常有天分 連導演都說鳳小月 讚 是不是 呃 我有點誇事吧 喔真的嗎 對 反正那個 我之前配音的時候是配自己的音 對 都是配自己的電影 然後 第一次要配一個不是自己的 角色 對 嗯 對啊 那反正就是 對啊 時間是那時候是比較 好像感覺很匆忙 但是其實 其實 呃 有有有有充分的準備 對 嗯 對啊然後其實放鬆心情 嗯 開心去玩 嗯 然後就把就是你有機會 待在一個小房間裡面好幾天 然後騎子 就像一個笨蛋一樣 點真啊 然後大叫啊 笑啊哭啊什麼的 所以其實非常的 非常的自由 那有沒有一些這個印象比較深刻的部分 或是NG比較多的橋段 NG比較多的橋段 對啊 就是一直卡關一直卡關 過不去 呃 有這樣的經驗嗎 其實還好 喔喔喔 其實蠻有天分的啦 老實說 謝謝謝謝謝謝 所以導演都有讚美說 哇沒想到這個鳳小月呢 幾個take之後就可以完成了 沛迪男的這個個性 跟需要的一個張力 對然後剛好因為他也有 他也有很多其他的時間 他也有很多台詞是 不是人的話 所以那個東西就 那個東西也非常好玩 牛魚就對了 牛魚對 牛魚什麼 好好講 所以其實還蠻好玩的 對對對 會考慮說以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再幫一些不同的角色 動畫片 繼續擔任配音的工作 當然當然 當然當然 OK 有機會呢 問問一下這個鳳小軍 因為剛剛提到過說這個沛迪男 是一個來自於鬥牛世家的可愛小牛嘛 身上自然有背負的父親對他的期望 會說 欸你就是希望能夠這個 像我一樣在鬥牛想像成為一個很厲害的鬥牛 那你自己會不會希望說如果你的小朋友 以後有機會的話 也是可以接觸表演的這個領域 或是藝術的這個領域 還是你會尊重小朋友的意志 看情況嘛 我覺得我一定會把我所會的東西 儘量交給他 那我覺得他要不要 他要去怎麼運用那些工具 然後在這個世界上 如何找到自己的一些 定位跟自由度 我覺得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然後我一定會 會支持他 嗯 對 但是我會讓他知道演戲是非常好玩的事情 會讓他知道這個世界還是很多有繽紛的色彈 特別是表演工作 有很多很好玩的挑戰對不對 有機會的話 所以呢今年春假 你會帶家人小朋友進戲劍支持 魔牛費迪南嗎 會 答對了嗎 這是一定要的啦 答對了 得分 2月15號 除夕夜 如果大家就是 如果天氣好一點 沒有這麼冷的話 這個寒涼趕快過 我覺得大家 真的可以去看看這部電影 我在配音的時候 我是非常的享受 他故事本身就非常的好笑 然後他又很溫馨 然後今年好像奧斯卡 好像也有很多 就是一部非常看好的作品 所以我覺得 對 不會是 覺得是一個好選擇 絕對不會令你失望 尤其可以看一下 影片上面呢 這個鳳小玉的一些 中文配音版的花絮 真的感覺非常非常的可愛 感覺到你很全心享受這個工作